你觉得你跟女生比起来谁更好色一点呢 有的大兄弟可能会说了 那肯定是我呀 我天天晚上看黑四大长腿 半夜再安排个小电影 最想拥有的超能力就是女生 那女生拿什么跟我比呢 太比呀都比我差一点 但是实际上女生比你想象的也要好色的多 很多大兄弟肯定都听女生说 不喜欢下半身思考的男生 而且如果说你跟女生接触的时候 表现了太多的目的性需求感特别强 很容易呢就被女生打上一个 不正经或者是油腻的标签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女生肯定都是特别清纯的 我们女生跟女生之前说的呢 比男生还夸张 这个就是大多数男生对女生的误解 误解一 女生不好色 其实女生远远比你们想象的好色的好几倍 女生在恋爱的时候呢 或者说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啊 他们会大胆的放下自己的伪装 释放自己的本性 比如说主动的问男生要复击的照片 聊天的时候呢 会给你发一些可爱羞羞的表情 脑子里呢 也会各种脑补亲亲抱抱举高高的画面 如果说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那就更不得了了 动不动呢 就穿上丝袜杂的坐在你的腿上 深情的看着你 所以女生好色起来啊 真没男生什么事了 还有呢 你有机会啊 可以看看那些腹肌男生视频下面的评论啊 真的了 我看了都害臊 我相信很多大兄弟都不敢在小姐的视频下面 这么大胆 什么老公啊 结婚啊 后面的 我都不敢说 这些呢 都是在他们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 才会表现出来的 我这边呢 很多大兄弟跟女生聊天啊 经常是感觉到了 都是女生先开车 而且啊 女生是这样的 你越说自己顶不住 哎 别这样 他呢 就会更想调动你更停下来 不去二 觉得女生呢 只会对长得帅的男生好色 很多兄弟说 哎 我也知道女生好色 但是跟我没啥关系 我长得很安全 虽然说女生有很多呢 都是眼控 但是女生更在意的点 其实是相处的感觉 颜值呢 只是一个加分项 如果没有到感觉啊 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感觉到了 气氛到了 都一样 长得帅就是看了 可能直接就会有感觉 但是长得不帅的呢 那你就要通过和女生聊天 接触来产生感觉 你不要跟那些长得帅的比啊 那个是自取其辱 相信呢 大家身边肯定有这样的朋友 他们长得呢 也不帅 实力呢 还不如你 但是身边啊 总是不缺女生 而且长得还都不错 这就不是女生一见面 就对她有感觉 而是在聊天接触的过程中 升温的 而和女生聊天的能力呢 是我们努努力都能做到的 而长相啊 我们很难去改变 其实女生就像是一个主机蛋 剥开蛋白呢 里面是蛋黄 男生啊 是香蕉 外面是黄的 里面是白的 很多大兄弟说 我追的这个女生 不能开车 哎呀 我开玩笑都不敢开 她不是这样的人呢 我感觉呢 还是在蛋白层 没有哪个女生 一上来就会跟男生开黄枪 但是如果你跟每个女生 都聊的特别正经 我觉得你得反思一下 这有没有可能 是你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想学习 一个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牺牲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了 或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今敌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几位 记得我的最新来自帮收 拜拜